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 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我们来看这次日本的捐赠录 上面的一些汉语诗词 这个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这个是习约无一,与子同商 好,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 那我想我们的学校培养的学生 为什么写不出这么具有这种 就是很有情怀的这种诗句 我们还是先欣赏一下 这个唐朝王昌宁的《宋财士玉》 宋财士玉 王昌宁 圆水通波,街舞缸 宋军不绝,有离商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香 这首诗是王昌宁被贬到龙标时的作品 这位柴士玉就要从龙标前往武冈 王昌宁就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 他说,原浆的波浪连接着武冈 送你不觉得有离别的伤感 你我相连的青山共募风雨 好,后面我们就不听了 这个,我们把这个关掉 那么,下面我们来谈一谈我们的这个老师的问题 那么,这个,我们老师为什么就是 就教出的学生 他非常不容易写出这种诗句 那么,我们的老师他面临什么 职称,工资,荣誉,检查,等等 那么,职称 现在早已经就是说 被大家吐槽 工资的话 工资的话 特别是搞了绩效工资 搞了绩效工资 这个,里面的这个名堂就更多了 那至于荣誉的话 那就是看学校给不给你 检查的话 那更加是明目繁多 所以,教师他就只好去偷偷搞辅导 那你想,在这种情况下 教师,如果他自身的情怀都难以保障 那他教出的学生 要想具有多么高的情怀 恐怕也是一件很难的事 好,今天就讲这么多